原标题 明度中这则记载说 日本妇女来到宋代中国 遇到宋朝美男子就要而主动现身 目的是生下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 宋人洪浩在宋墨记文记载 回胡子唐墨进威 本朝圣时有鲁居秦川位赎护者 女为嫁者先与汉人通 有生数子年近三十 只能配其肉类 为数来一者 父母则曰 无女常与某人某人匿 以多为圣 风俗皆然 今亦有目微生而然不求者 该与汉通而生也 这则历史记载大义士说 在宋朝时回胡的年轻女子 为嫁前 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 回胡人以此为自豪 在嫁女儿时回胡的父母们 会自豪地宣扬说 我女儿曾和哪个汉人同 居生活过 并已与汉人同居人越多越为光荣 这是回胡的风俗 所以回胡的后代有大量的混血儿 他们都是宋代汉人的后代 不得这两则事件有些诡异 日本人 回胡人 为何如此高看宋人 为何以把自己的美女 欠给宋朝男人为荣 这一期源自宋朝当时的国际地位 宋朝的文明程度 宋朝无论是经济 文化 科技等等 无不遥遥领先于世界 这是中外共识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七霞曾指出 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 中国经济 文化的发展 居于世界的最潜力 是当时最为先进 最为文明的国家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 共德弗兰克也认为 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宋代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 经济最先进的地区 自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宋代以来 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 商业化 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 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日本宋史学家 宫崎世定认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 最具魅力的时代 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 以西亚落后的步 但是以后这种局面 逐渐被扭转 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 而居于世界最潜力 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 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 宋朝的文明程度 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宋朝的文明深深地影响了世界 宋朝在当时满意 一族的眼中是天国 是伟大的国度 宋人在外国眼里是优秀的人 高贵的人 所以外国 蛮夷们 如此高看宋朝 高看宋人 也不足为奇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